小姐 您的肩膀这边比较僵硬 最近是不是压力比较大呀 我帮你好好按一下 是不是做我的助理很辛苦呀 没有 都挺好的 其实是 其实是什么 没什么 我肩膀一直都不太好 四小姐您好 两位这边一共消费三千九百八十元 已经从您的账户上扣除 请您签下字 谢谢啊 对了 你在另外帮我办一张金卡 然后那张卡的消费呢 从我的账户上扣就好了 好的 请问持卡人写谁 王刚刚 你不是肩膀不舒服吗 以后可以过来经常按 我可不想我的刚刚带进工作 谢谢苏莉姐 你是不是 有什么事情啊 苏莉姐 能不能借我一点钱 你怎么了 我老公公司出了点问题 在外面欠了钱 他一直没有跟我说 想要一个人扛下来 前几天讨债地上门 我才知道 所以他一直都在骗你 不是 他骗我是因为 他这种人说的话 只能听一半一句 全听你就变傻了 本来你们俩和好我就不同意 现在看 他根本就不值得行 不是 苏莉姐 常恩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现在对我可好了 真的 文刚 就算你要生我的气 这个钱我也是不会借给你的 你现在就是被你老公 突如其来的温暖给迷惑了 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的不是一碗鸡汤 而是一个巴掌 有的人出现在你的身边里 就是为了告诉你 你真好骗 走了 苏莉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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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需要帮忙啊 需要 需要 你能不能帮我在那边 你 好了 不客气 你是大直男吧你 你 是你啊 你 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但是 你可能认识我 我就是那个 你说要给他寄刀片的编剧 苏莉 我居然当着编剧的面 骂 骂了编剧 合着你是想背着我骂是吗 你 我不是 不是这意思 那 那你要是不方便走路 我 我送送你吧 我 我车就在那边 那 麻烦你 慢点 慢点 谢谢 慢点 慢点 我到了啊 今天谢谢你了 是我的荣幸 我 我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剧 是你粉丝 不是 我说真的 我从小就喜欢看电视剧 一直想当个编剧 可是我 我爸一毕业 就把我送进家里企业工作 我能跟着你学编剧吗 我 你还是回去继承你的家产嘛 你当编剧 那就失去了看电视剧的乐趣了 好 对 对 你 你慢点啊 你 你慢点啊 好 王刚刚不过是我的助理 助理 助理 你知道吗 说难听点就是保姆 你们会替你们保姆还钱吗 我们刚从王刚刚下和 审查人亲口跟我说 你跟她是闺蜜 而且还给我看了你们的合照 闺蜜 这个世界上连自己说的话 都要犹豫几分才可信 怎么可能去相信别人呢 他随便拿一张合照 就说是我的闺蜜 那我闺蜜可太多了 你们现在要不要拍照啊 是不是要还要说 我们是兄妹啊 真可笑 行了 不要在我这儿浪费时间了 谁欠你钱找谁欠 他审查人欠你的钱 找我肃力干什么 不走我就报警了 我警察局可是有很多朋友的 走走 慢走啊 各位 幸亏我烦一块 幸亏我烦一块 能做的话 他们就变成方法去找刚刚了 喂 刚刚 你在哪儿啊 刚刚要债的人找到我这儿来了 你没事吧 好的 我知道了 喂 喂 老公 我回来了 老公 老公 好 老公 我 把我的手 医生已经帮你做修复手术了 之后会慢慢变好的 之前打电话的时候 不还是好好的吗 他们去找苏黎 苏黎跟他们说 你不是他朋友 我会帮你的 然后他们就回来 又帮我打了一顿 先休息一下 帮我 上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